independent 好我們先來看這個字的音節 第一個音節在in我們唸成in de唸成pen dent唸成等 重音節落在第三個音節 整個字我們就唸成independent 那在講第一句之前indy呢 想要同學先複習一個字首 這就是in這個字首 那in這個字首同學應該都知道 它是等於not的意思 所以可想而知independent 其實那就是in加上dependent 好那dependent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當作形容詞指的就是依靠依賴的 好所以呢independent這個字 我們就知道呢 它其實就是依靠再加上in不依靠 那是不是就是自立独立呢 好那這個字呢 其實是從depend這個字演變過來的 depend它的意思呢 本身就是依賴 所以呢我們會衍生出一個片語 依賴什麼人 注意它是一個不給予動詞 所以當我們要依賴什麼人的時候 你要用depend on 或者是depend upon 好這邊呢特別要提醒同學的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看它的例句 Ashley was forced to be independent of her parents after her father's company went out of business 好我們看例句 好主詞呢是Ashley was forced to 好be forced to的意思 主要就是被迫的意思 Force就是逼迫 這邊被動以太 所以是被迫 它被迫要怎麼樣呢 be independent of her parents 好各位有沒有看到 好這邊有一個片語 從什麼地方或從什麼人的身上獨立出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介系詞要搭配of 所以be independent of 指的就是從他的雙親那邊獨立出來了 好什麼時候呢 after her father's company went out of business 好在他父親的公司 went out of business 這個片語同學不妨把它記一下 它的意思呢就是倒閉的意思 business原本的意思就是生意 生意沒了 那是不是就是倒閉的呢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independent 還可以形容詞 還可以當作獨立自治的意思 來我們看例句 because 17 European colonies in Africa became independent nations in 1960 that year is also known as the year of Africa 好我們看例句 因為呢17是17個 European 指的是歐洲的colonies colonies這個字指的就是殖民地 好在什麼地方的殖民地呢 in Africa在非洲 became independent 好他們獨立了搭配的動詞 用became 他們呢成為了獨立的nations 國家 在什麼時候呢 在1960年 因此 that year那一年 is also known as 好各位看到沒有 be known as的意思 也被稱為的意思 is also known as the year of Africa 指的就是非洲年 好所以呢這個字 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independent的形容詞 是自立的獨立的自治的 我們晚上有一點點 設定的 適應 地區 正確 端